原来当年的反派说的都是真理 梁家辉说这句话是有没有考虑过后果 这就是强热思维吗 诺贝尔依然是一个伟大的人 如果是为了贪图个人享受 钱早就够了 人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 超过了这个限度 人是要崩溃的 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 使用一些力气速度 这都是难免的 每句话都值得深思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规矩在建立的同时 都被违反规矩的人 创造了巨大的利益 我们只管附近 剩下的事儿 会有人操心 风雨同舟 荣如雨共 天网恢恢 树而不漏 漏网的鱼 肯定是要比网铸的鱼多 自古英雄不闻出处 老天安排你是个穷人 你如果认命 你就会穷一辈子 一辈子让有钱人 踩在脚下 抓你细腻 你不认命 那就得靠你自己 自古英雄不闻出处 不要小瞧自己 只要你这样认真地坐下去 早晚有一天 你想要的东西都会属于你 跟着威亚勾混 三天饿酒顿 这样子我们很难办啊 难办啊 我操得别办啊 凡事不要只看表面 烧香的不一定是善人 乞讨的也不一定是穷人 顺着你的也不一定是好人 穿着衣服的也不一定是人 凡事不要只看外表 家财万贯也买不了太阳下山 身无分文也不代表日后没有江山 何盛明的反派太大感了 世人面前多伟重 我要最后跑他 在下棋的棋路中 你会变 对方也会变 任何的意外 都是无能力 原来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是他说的 突然混 还讲不讲妖狐规矩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胡适嫌不愧是本世界最清醒的渣男 仅如是我老婆 她怀孕 我们全家人都高兴 你要怀孕我就倒毁了 你要怀孕我就倒毁了 对我决定替你收下这个孩子 你替我生孩子 我有老婆 你替我生什么孩子 你跟我生的孩子 叫私生子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 明明就是被我的爱吸引我的 我觉得我不是因为你的爱被吸引你 我就只有我 我是勾引 总能一针见血 如果只是金婚party 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 人家开的是金婚party 咱俩二婚 来了合适吗 要是真的怕丢离 就立刻跟外面女人划清界限 我绝不和别人分享我的老公 你当初跟品如梅分享我去 哪怕是现在看 邪剑仙这段对人生思考的话 也会被遮憾到 人生的开始是一哭声 大人都在笑 可知道银行内心的恐惧 他们愿意来到这个末定的天地 明知人生是苦 人还是要回归痛苦之中 人为了远远 只会忘记一切 重复错误 涌架好业力 射击人生的悲剧 一切循环保护 你可以帮到什么 我这也不愧是物理降温第一人 我现在活起来 我现在活起来 你可能是靠你 我为你ệc出来 走 最爱 就被她晓得 你可能是你的 今天 我看看 我跟你决定 我看你决定 这个 你我看你决定 我看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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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决定 我看你决定 我看你决定 你决定 我看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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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